贸销部传出使用油津贴滥权一云 部门高官涉嫌在去年政权交替的时候 在超制的情况下 为20多家公司颁发约900万令吉的使用油津贴 业界人士向当今大马指控 贸销部秘书长阿兹曼在去年大选后 新政府还没有组成之前 批准了这900万令吉的津贴申请 根据当今大马过目的两封信函 贸销部是在去年11月21号 批准了两家公司的申请 而大选投票日是在11月19号 安华则在11月24号宣示当首相 12月2号才宣布第一批内阁名单 根据信函 贸销部秘书长办公室 同意分别提供两家公司 每个月150公吨的使用油津贴 为期五年 令人起意见的是 这两家公司都是用同样的吉罗坡地址 当今大马上星期已经将阿兹曼和反弹会寻求回应 不过没有结果 更多关于这起事件的详细内容 敬请阅读当今大马文字版